各位好 欢迎收看阿尔丁丁 陶新闻 马政府在湖中心的预料之下 今天会有长期的原爆 这样的恐怖的这种状况 问题没有爆发生了什么样的这种状况 台湾民众大概非常非常强烈的厌恶 像林一世在两个多礼拜以前 那种说谎一谎再谎的嘴脸 但是台湾人民也相同的会开始厌恶 这种无证据爆料 然后若无其事的状况 这是我们稍后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来了解的 同时2100涛新闻今天也让观众朋友来看 那么林一世的贪污其实揭发了 这整个的一个肉桶帮 就所谓的肉桶帮 就是公骨的这股肉桶帮 那么如何涂害或者是污染 台湾人民的一些劣行 我们今天都让观众朋友亲自来看 但是在过去这几天的发展 大家如果稍后注意一下 居然台湾有一托拉枯的人 在帮助这些肉桶帮 那么来污染台湾的人民 为什么 我们稍后一一的来揭发 为各位介绍在现场有陈副雄先生欢迎来 还有资深媒体人刘悠宏先生欢迎来 惠文先生另外有董志深先生 凤欣小姐跟邱毅教授 我们先看一下 说今天有这个长期的原子弹爆炸 那么吴敦云也喊原 看一下 副总统吴敦亦至此到一半 连都变了 民进党议员突然拿起牌子寻找X先生 摆明对吴副总统呛瞎 揭幕喜事顿时暂停 台上台下都尴尬 X先生究竟是谁 即名嘴胡忠信 绿营立伟到周刊 或解名或影射 说吴敦亦就是那位X党政高层 要找X先生 请那个原创人 赶紧认真去找 我不认识陈启祥先生 或有人称呼的陈启祥的 就是这样 姐妹他是要何等 何等密切的有往来 或为邻居 或有同学 或同事 或过去有什么聚会 以上皆没有 吴副总统打包票 自己和夫人 都跟陈启祥完全没关系 片面周刊引述陈启祥爆料 林毅是猛夸口 纯纯处理吴副总统的事 包办陈启案 两人关系好密切 他跟陈先生讲话 要怎么碰烘 要怎么碰个鬼 谁能够控制得了他 你的陈启案 他有帮忙您处理过吗 没有 从来都没有吗 没有 除了公务以外的 士大夫吴师家 我同他也不常碰头 吴敦毅切割 和林毅事的索黑案 撇清外界描述 跟陈启祥的特殊关系 十多分钟亲上伙声回应 要跟X先生划清界线 这笔别新闻 文伟凡附近华林病怡 西龙报道 原本大家期待任何说谎的人 大家官越大 最好就是一刀毙命 但今天这个原本说是有长期援报的 结果没有一刀毙命发生什么事情 黄金森 其实今天早上真的是还蛮令人失望的 这样一大早我就拜托我的同事去买了这个一周刊 我很努力的要去寻找吴敦毅跟陈启祥之间的关系 就这里面其实连这一个部分都讲得 不清不楚不明不败 现在发生穿研非常的多 一边的主角叫做吴敦毅跟蔡令仪 另外一边的主角 我必须要说 我们现在被迫要认识很多 我们根本不需要认识的人 一个是陈启祥 一个是她现在的女朋友陈采梅 接着是陈启祥的前妻 然后接着是陈启祥的岳父 到底是前妻的爸爸 还是陈采梅的爸爸 都不知道 然后我们的记者就一窝蜂的去问吴敦毅说 你认不认识陈采梅 你认不认识陈启祥的前妻 然后你太太跟陈采梅是不是姐妹涛 你太太跟陈启祥的前妻是不是这个亲戚 我在旁边我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其实都很想问说 她的前妻到底叫什么名什么 如果说没名没姓的 然后突然爆出一个陈启祥的前妻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知道她的前妻是谁 然后知道说她是不是我的朋友吗 不过也没有关系 反正吴敦毅是从头否认到底 就是不管陈启祥或者你讲出来的任何的名字 她都没见过 没交情 也没有任何的陈情案 我觉得今天如果负责任的要指控的人就真的拿出照片也好 就是说你真的能够证明他们之间有很好交情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责用 其实炮哥你知道今天有媒体已经是很认真了 已经到了吴敦毅草屯的老家 连吴敦毅的侄女都访问了 也跑到蔡令仪宇宇兰的老家 连蔡令仪的妈妈都访问了 可是大家都说没有的话 我现在真的很想要知道 吴敦毅跟陈启祥的关系到底能不能找到一个连接点 是 所有的观众朋友来看 这个是原始爆料者的胡宗信先生 胡宗信先生在今天进一步的接受记者的追访的时候 他说其实我没有任何评论 我的角色就是空中预警机 把这个状况跟大家报告 今天主场的优势是一周刊 你们该去问一周刊 X先生不是个人 也有可能是个制度 为什么要对号入座 这句话你听得懂听不懂 什么X先生党政高层 现在突然可能变成一个制度了 我其实这件事我是想看 胡宗信怎么样危机处理 因为他报错了 他要怎么危机处理 处理得漂亮 让我们觉得 胡宗信果然是媒体人 懂得怎么危机处理 我一看到这胡宗信的 真的我哑口无言 胡宗信骂人家平庸 软弱无能 他呢 他是这样处理危机的吗 X先生不是个人 有可能是制度 制度会讲话 制度会说 林立市是我在南部的调查他 胡宗信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他看到文件 他不是看到稿子 他如果说他事先看到 这一周刊要登了稿子 那我说不定说 因为你跟他一周刊有交情 同样是媒体的 人家尊重你 我要登之前先给你看一下 胡宗信建立新起 你就赶快先报 他说是文件 文件让我们想到是什么 政府的东西 政府的文件 所以他要求特征组赶快查扣 相关 风存 相关的文件 马上就 证据就确凿了 证据确凿 胡宗信设案 胡宗信设案的话 如果跟林立市一样 关起来 政权当然垮了 政权就崩溃了 对不对 人民会拍手啊 如果证据拿出来的话 对啊 胡宗信为了国家 如果是真认 胡宗信怎么不堪的话 赶快拿出来嘛 政权该垮就垮啊 马英九连副总统都贪图的话 当然要垮啊 人命立刻就拖几 对 但是我觉得胡宗信 真的就是我了解的胡宗信 做错了还厌拗 还不承认 而且很皮 伪善 我跟你讲 很多人会说 说我骂胡宗信骂得很凶 我其实早就该骂他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骂他 把他骂得很凶 造成胡宗信今天这个样子 我真的也有责任 坦白说 你你要负担这个 我当然有责任 其实沈富雄 沈富雄看过一个场面 就是以前胡宗信 在鱼翅宴 就陈聪明 在什么辛同乐吃鱼翅的时候 胡宗信刚开始爆料是报什么 我也去 陈聪明跟人家三人去吃鱼翅 然后他也正好去吃 不齐而遇 然后跟谁在那边吃 后来我一直了解 发觉是 根本事先约好的 胡宗信跟陈聪明 跟商人都约好一起去吃 没关系 陈聪明不该去吃鱼翅 无所谓 但是你不能讲不齐而遇啊 你说我们也好去吃啊 那也是说谎 自己安排的 然后自己试试 自己试试 有吃 吃人家的 喝人家的 还要爆料 还爆不时的料 要修理人家 我觉得这个人 不 所以我们今天就看 这样的一个状况 也欢迎所有的观众 会来检验 但是没有一刀毕命 没有一刀毕命 说不定明天 今天没有 所谓没有一刀毕命 不是没有一刀毕命的 大家看这个画面 这个吴敦毅先生 现在不管到哪里 都有几个拿牌子的 然后X先生X先生 刚才那个画面出来没有 这已经在社会上 普遍 如果有这样的认知了 已经搭上目的了 这只是虚妄一刀 连那个刀都没有存在 我向你报告 我今天其实比 凤信还认真了 凤信早上五点 托人去买 我是自己下楼去买 然后我买了以后 我今天下午 因为我楼下 戈壁是7-11 我下午再去问他说 卖得怎么样 他们说他们一向 礼拜三上架的一周刊 要到礼拜五才卖完 今天同样的一批 早上八点通通卖光 所以今天最大的受惠者 就是一周刊 还有胡忠信出席的 那个电视节目 他的收视率飙了三倍 变成1.3 所以他们也是实际的受惠者 但是如果他们讲的是 真的事情 是有评有趣的话 我们不但要鼓掌 而且他们对国家有贡献 但是如果不是 如果无凭无据 后来证明是乌龙一场的话 他不会向你报告 他是讲本周会有 長期的原报 还有台湾会翻船 还有两天 对 还有两天 所以还有48小时 如果他讲话是真的的话 如果是翻船 我们都灭亭 如果是原报的话 我们都灭亡 如果不是的话 我认为这个节目 那个胡忠信的节目 还有胡忠信本人 还有一周刊 是最大的诈欺犯 他的诈欺犯 我跟你讲 他们钱都赚走了 收视力高 钱赚走了 对不对 那个一周刊卖得好 钱也赚走了 证明是乌龙一场 那些赚的钱 就这样 让他混过去了 这不是诈欺是什么 我觉得媒体人也好 民嘴也好 制作这种正确性的节目 不能耍赖到这种程度 这个诈欺 你说的诈欺犯 还要有人检举 但是台湾的民众无所谓 台湾的媒体 我炸鸡犯丢一个东西 我媒体跟着盲虫 你今天看一下 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包括这个吴敦毅 今天忍不住的说 你总要去问问 谁爆料的人吧 我不认识陈启祥先生 或有人称呼的陈启祥的越战 但我也没有受到陈启祥先生 或所称的陈启祥 越战的遣托 去办理什么事 没有 因为没有受扣过 所以当然我就不可能 有预文 或者介入 陈启祥 同林毅士先生之间的纠葛 所以要找X先生 请那个原创人 赶紧认真去找 你现在的重点是要去追那个 告诉你们说陈启祥 有去找的 去求告的 或者后来人家问的说 陈启祥的越战 你不要老是 他出错题了 然后你一个一个都问我 我又不是 气候爆向 气象台来爆的 不是这样子 你要赶快找他出来 到底是哪一个吗 我刚才已经讲了 陈启祥先生我不认识 他的所称的 强调的 就是你总要 大家你不能说 如果是爆料有料 没一刀断这个毙命 大家是鼓掌的 可是你无风在那边乱捕捉影 那么这样的这种情况 你总该去问一下源头 但是台湾的这种情况 谁在问源头呢 牌子已经举起来 你就是X先生 你就是 然后跟着这个 毫无任何证据的 我们的媒体 大概基本上也就是如此 就是 的确是这样 刚刚沈大佬讲 媒体获最大的好处 吴敦律 跟陈启祥要了6300万 林义士 跟陈启祥要了6300万 后来又要求8300万未税 他那时候是行政院的秘书长 宇宗刊当然写出来了 宇宗刊的记者 跟沟台平台湾守护热搜100万美元 我小董怀疑 我公开讲我怀疑 宇宗刊还有更多高层涉入 大家要分那100万美元 对不对 李志英 李老板 你四人不平 你们的联赠 你们的那个崩溃 你们就 这我讲的这话就是你们在指责马银九 一样 是不是一样 前后有没有人去追说 为什么义宗刊一个记者可以跟沟太平要100万美元 3200万 你们有没有去追 这个一集团是不是一个像马银九一样的贪怒集团 台湾的媒体公道在哪里 小董讲的这个 我讲这个 已经三审定验 人都去坐牢了 我怀疑一周刊有更多高层 忍着要分那100万美元 我的质疑 完全跟你们质疑 现在马银九跟李立志的关系一模一样 但是我要讲 我们台湾社会现在都沉沦到这样 我随便弄一个东西出来 然后大家就出来讲 三年前 贬难发生的时候 很多人质疑陈忠明 然后陈忠明 就每天可言兮兮的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名嘴 他打电话来说 陈忠明找了一个检察长 台湾有20几个检察长 这个检察长很大咖 陈忠明找一个检察长 要跟我们吃饭 跟我们解释 陈辉文在节目上讲好几次 还问我说是哪一个名嘴 我今天讲 这个名嘴就是胡忠信 我公开讲 就是胡忠信 来找我 我没气 陈辉文每次在质疑我 在节目上 我今天就告诉你 就是他 除了这件事情 还有你刚刚讲的一次宴 我没气 我也没气 幸好没气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你知道 因为昨天我听到一句话就忍不住 他说我们当记者 要有良心 我们不要当保皇党 谁是陈辉文的保皇党 没有 谁是保皇党不是陈辉文 是马英九的保皇党 我知道啊 现在是马英九的保皇党 一刀毙命 现在台湾的公道 台湾其实民众很公道 你林医师 现在坠入18层还在加10层 都不为过 因为你不但贪污 而且还说谎 一刀毙命 但是台湾的公道 如果你胡乱鬼扯 完全虚描 无任何的证据在爆料 也要有个公道 这个公道 虽然不叫一刀毙命 但是至少 民众自己该有一个处置的吧 其实有个媒体老板 新的老板跟我交情不错 X老板 问过我胡松迅这个人怎么样 我给他三个字 伪君子 伪君子 后来到底 后来他说不定有人给他推荐 但是因为我三个字以后 他大概在那个电台 大概也就以后就没什么发展 我现在就讲 胡松迅 我很早就认为他是伪君子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 因为他才会装了 讲起话来 他不好是这 不贪财 讲起来耶稣 斯格拉底 柏拉图 讲的 我每次看到他 我都觉得我学问很差 但是久了以后 我发觉他讲来讲 其实哪几句 我是看不过他的手脚 我刚刚没有讲完 就是说 我要骂胡中信 我当场要骂他 他最好骂他 他就去拜托陈文倩 叫他直指我骂他 我骂他之后呢 但是我火大 陈文倩不让我讲 我麦克风摆 我就走出去 我跟陈文倩讲 陈文倩在场 我跟陈文倩讲 我在外面 我今天要骂胡中信 你不让我讲我就不进来 现场少一个人 后来陈文倩就说 好 你进来好了 开放几分钟让我骂胡中信 骂完以后你知道胡中信 有没有辩驳 有没有辩驳吗 你就默默的怎么样 我就当一个媒体人 要有点骨气啦 真的 你要指证人家 你自己没骨气 你要说X这个人是胡东力 你就指着他嘛 你这连这个你就不敢讲吗 今天至少把这个原子弹爆一下 不要到长期 来一个小广岛也可以 陈哥是这样 我刚刚看我们在基隆的这个新闻 镜头还会换 可见我们不是一击 可能是出双击去拍这东西 这么大阵上 这么多记者蹲在地上 在等吴敦毅做回应 我觉得不止吴副总统 我们大家都委屈了 根本是莫名其妙嘛 副总统昨天弄了一天这个事情 今天跑行程也要来回应这些东西 真的很怪 我们记者刚刚说 吴敦毅脸都变了 可是我觉得吴敦毅在台上 应变得很好 他就拿麦克风 你们那两个X先生 你们去找那个 我觉得我没有觉得 吴敦毅脸怎么变的 我觉得他的回应 到目前为止是中规中矩的 也这样就好 因为吴敦毅有时候讲太多 这样就好了 第二个 这个刚刚 这个义鸿大哥提到胡中信 我认识胡中信比较久 我在自由时报就跟他同事了 我跟大家报告 以我对他这个观察 我认为他是故意的 他是故意的 他不是今天说 因为我们现场直播节目 一时会压起来 就痛骂陈凤欣 痛骂董哥 失控不是 是故意要做这样子的 影射说X先生如何如何 是挑战的 那会出现这样影响 因为刘大哥已经讲了很多 他的这个事情 我真的很好奇 胡中信也听到你叫他 他会怎么反应 他没人很高兴 你看李逃 刘亦宏 还给我故意修理 我不知道胡中信会做什么反应 但是那个不重要 胡中信构认我是因为不重要 重点是说 我们对林义士 我以为林义士 我跟他很破格 不是那6,300 赵哥你知道我一直对那笔钱 你是有保留的 林义士最效应是说 他靠电话在扣音你这不说 说赵哥 那我绝对没有 没有什么三生二生 感大妄为 一起人格破产 可是我今天跟大家报告 就某个角度而言 林义士跟胡中信有什么不一样 就这个角度而言有什么不一样 我都说X先生 然后X先生这个制度是谁不知道 跟林义士公开的讲说 我不认识陈启强 我跟他见过一次 我跟他不熟什么的 有什么不同 某个程度而言 所以你认为说都是人格破产 某个程度而言是人格破产 稍后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大家其实整个 因为林义士的这种贪污案 到目前为止是应该是锁定 林义士还有什么更高官 这个涉嫌 这是一个对的这种方向 但是忽略了这几天的变化 那么稍后让观众朋友 真正的是受苦受害 被污染的 就大发工业区旁边的居民 跟一些的工厂 他们真是苦不堪言 而且是严重的恐惧 所谓的一些黑势力的威胁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反而看到的一堆人 站着这个黑势力的 所谓的肉桶帮的这一边 来加害这很多的受害者 这是台湾要的工艺吗 稍后回来 提醒您电瓶冷气 日本进口非常稀少 日历电瓶冷气 我们继续回来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这是胡中信先生在报完 今天有长期原子弹的爆炸的威力之后 胡中信先生先改口说 这个X先生可能不是个个人 也有可能是个制度 所以不需要对号入座 但是刚才一鸿先生讲的一点都没错 那个制度会突然开口说 这个是谁拖谁什么的 那一句话也会说得出来吗 林医师是我的大庄角 这句话也会说得出来吗 胡中信昨天前天的那个爆料 X先生的爆料 就爆料的标准来说 是不合格的 是不负责任的 我个人其实 我跟他是朋友 我非常的失望 那么今天他的改口 既然改口说X先生不是人 而是一个制度 这个让我非常压抑 让我非常非常的压抑 那么你既然你照讲 如果前天谈X先生 已经引起了这么大的媒体的一个追逐 你就应该把X先生的人名 指名道姓说出来 把你进一步他说有文件 把文件拿出来 把油所本拿出来 这个才叫做负责任 可是既然改口说是制度 我就很失望了 因为那天我所听到的X先生 不管是跟媒体查序 还是说林医师是我南部的大庄角 不可能是制度吗 他也是个人吗 好 我今天傍晚的时候跟吴敬毅 通了很长的时间的电话 我觉得很可怜 我们一个国家的副总统 日理关机 那这件事情 莫名其妙莫须有的扣到他的头上 我听得出他的语气里面 他非常难过 他非常难过 但是难过里面带了很多的无奈 然后我也很严格 严厉的问了他很多 我希望知道的问题 他也很坦然的回答我 可是到了今天你说 即使他都做了澄清 还是有很多人趁火打劫啊 落几下十啊 因为吴敬毅先生今天没有这个进一步的这种证据就已经脱身了吗 当然没有啊 当然没有 当然很多人还是利用这个东西 以而传而继续的去扣他S先生 他到哪里就被S先生 整个在网路上面很多的网友 还是要拿这个来哭手啊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吴敬毅先生应该出来负起这个责任啊 应该出来负起这个责任啊 你不能让一个吴敦敦的 而且说实话 吴敦毅要介绍陈启祥去 去南部认识林毅市 陈启祥住哪里 他告诉你知道吗 住凤山 林毅市住哪里 住凤山 两个都住凤山的人 我还要透过一个住很远的住南投的人 然后再回到凤山去认识一个邻居的人 说实话 若是这样的话 根本不符逻辑嘛 邱宇先生刚才说 他跟这个副总统吴敦毅先生通过电话 那么如果吴副总统认为说 今天虽然很难过 但是终于最难过的日子过去了 副总统你搞错了 请看一下 这是胡忠信先生的预言 本周将是改变台湾历史周 这个整个船会翻 政权会崩溃了 今天拜几行 拜三 副总统 副总统 还有48小时内 副总统 你整着瞧 明天或者后天 就是胡忠信先生 你这看法我不同意 你不要恐吓副总统 我的看法不一样 因为胡忠信讲说船会翻 会有长期的援报 是他还没有改口 他现在改口了 因为不是人 是制度的话 胡忠信归缩回去了 所以你们说当然 那个胡忠信归今天的讲法 不错 很讲的斩钉截铁 但是我同意 他还没有完全脱困 但是不用怕 他当然明天后天 还有余序 还有人会追 尤其是笨的 脑筋不聪明 不清楚的记者 或者是绿营的明代 都会 因为还没有利用完 但是我觉得始作俑者 胡忠信 跟他的节目 一定看在心里 真的是不安 绝对会不安的 因为继续追下去的话 只要胡忠信归真的没做 到后来一定是清白的 那种轻松的感觉 陶哥我跟你讲 你大概也经过大风大浪的 被人家冤枉以后的 那个正向大白 是很轻松的 是还给你一个公道的 但是这些五线人家的 事情证明你是乌龙异常的 他的难过 虽然我们外边人不知道 他内心只有稍微 还有一点良心的话 这个难过 除非他是已经上见天良了 这现在已经不是难过的问题 我们稍微就让观众朋友来看 今天有很多人 你真的会非常惊讶的发现 真正的是有多少 我们先让观众朋友看这一段 因为大家都对这个 整个的一个灵意识贪污 这是事实 可恶 但是真正受害的 是在大发工业区的那边的民众 那边的民众是怨气冲天 但是胆战心惊 可是今天有多少的媒体 跟所谓的媒体人 在那边帮这一些 涂害跟污染人民的这个肉统集团 那么在那边强烈的打压 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我们邵凡轩今天 特别在现场 跟所有观众朋友做的报告 这里就是大发工业区的地勇公司 而你可以看到 现在在这个工厂里面 其实鱼座座的炉渣 但是呢 虽然它旁边都有盖的这个防尘网 以及这个炉渣上面 有覆盖这些塑胶布 但是都没有一点用处 为什么呢 因为每次当风一吹过来的时候 其实这些炉渣就会四处的乱飞 严重影响到附近住户的空气品质 到底污染有多严重 记者一家一家问 来到首当其冲 影响最深的这一家杂货店 一根一粒一粒一粒 跟他反应过吗 反应过 反应过 不然在插人 那环保一支都没办法 所以 擦擦吗 擦擦吗 擦擦 为什么会很凶 擦擦灰 擦擦灰 多到不行 每天擦都擦不完 一旁的工厂更是叫鼓连天 因为检卷好多次也都没有用 上面有停车吗 有啊 上面会不会经常有很多烏渣的灰塵 会不会很难清晰 很开心 很吃力的 很厉害 很厉害 有啊 不厉害啦 接着再问到距离地有100公尺远的饮料店 不止饮料杯上布满炉扎灰 就连一旁的住家大门口也都是 每天至少要扫个好几遍 要不然都快不能呼吸了 扎大麻 多久要找一次进行吗 找上好几次 你觉得呼吸会很困难 也不会很困难 那稍微是有了 他很强势啊 那怎么说 反正他们的地方 难过吗 真正 坦白说 有很多人 因为很有力 只能说敢怒不敢言 记者在问到工业区内的一家幼稚园 小朋友是否也深受其害 白的三个礼拜 大概严重 上个礼拜再两三天 没关系 所以说整个地上庭都回 我们去前面吸了两三次 才把他吸完 他小孩子 一分次 就是早上吸了一次了 然后每天 他又附在一层 然后又吸一次了 一天就吸了三次了 不论是住家 还是店家 只要是一听到地用 这两个字 大家都是文之舍变 换句话说 就是敢怒不敢言 因为检举也都没啥用 只能默默承受吸入大量的炉扎灰 过一天 是一天 各位可能觉得奇怪 我们刚才在访问 无论周边的居民或者这些店家 为什么没有当地的民众的那个脸部的反应 因为当地的民众拜托 我们的特派记者邵凡轩说 如果你拍他的话 会被报复 而且担心受怕 但是所有社会大众再想想看 这一切的源源 都是来自于一个严重的污染 而这严重的污染 当你去取缔的时候 当你这个大家开始揭发出来 这所有的这些贪官都是去毒害人民的 那整个还 稍后观众朋友就可以看得出来 居然有这么多人 昨天还有人怎么讲 是有人给我资料 我是带为这个放话 我不知道他目的是什么 甘愿当这些 如果这些所谓的一个贪污 整个的这个集团的代言人吗 我们召会 刚才大家观众朋友 他第一次看到了 这整个肉桶包 或者是陈启祥的帝勇 在周边的民众受到污染之后 敢怒不敢言的情况 可是现在肉桶帮或者是这个陈启祥 那么反而找了很多的所谓 不管叫火也好 不管叫做这个工具爆料的也好 那么进行各种的威胁 你只要来查我 我就把你彻底的摧毁 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是多可怕 稍后观众朋友可以再进一步来检验 大家看到刚才大发工业区 帝勇旁边的居民跟幼稚园 跟砸货店他们所讲的话 几句话我点出来 第一个检举没有用 第二个人有够烂的 第三个会怕 这什么意思 检举没用够烂代表 帝勇的背后 长期以来 就有所谓的门神庇护者 从早期的 从早期的 从早期的徐志明 颜文章 梁牧阳 到后来的林毅寺 到后来的许志杰 一路下来都是 都有人在护着 什么叫做会怕 如果只有明毅代表在保护 那只是有够烂 检验没效 什么叫做会怕 会怕代表背后有黑头 所以我不敢给他检验 我给他检验给他打 今天 陈锡强为了要报复林毅寺 当然林毅寺贪得无厌 贪污是罪甘万事 陈锡强为了报复林毅寺 他自己也发现 他的问题也曝光出来了 你长期以来 他说这不是一天两天喔 长期以来就是如此喔 好 那你今天曝光出来以后 我昨天也非常非常难过 我难过什么 好不容易再追 这个贪腐集团的漏筒 已经慢慢的要追到大门口了 结果 结果 胡忠信一个X先生 整个转向 整个转向大家开始去追 什么X先生是谁啦 是不是吴敦义啦 怎么样啦 吴敦义的岳父啦 然后一大堆的东西都出来了 你不觉得 胡忠信爆料的动机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提供消息给胡忠信的人 一定有动机嘛 就是要转移焦点嘛 而提供消息给胡忠信的人是谁 我觉得忠信有责任要把提供消息文件 给他的人说出来 这个人之所以提供这个假消息给他 一定有转移焦点的动机 他绝对跟这个贪腐集团 肉统帮是有关的 他其实不止一位了 是一大图拉固的媒体人 为什么甘愿堕落到这样的程度 你去帮助这个肉统帮 你去帮助这一群污染地方的人 去压迫那些受到污染的民众 刚才那些受到污染民众 大家稍后我们再让各位听一次 已经驾到这样 胡忠信 不是 胡忠信上了一个节目叫 新闻追追追耶 张其凯每次片都这样 追素食 追真相 什么追内幕 对不对 你自己胡忠信上了这个档 你自己追不出来 你这个节目就把它关掉算了啦 张其凯以前是我中国时报的同事 中国时报的同事 其实他出道 因为在报社也不是混得相当好 报社也非要把它留住不可 所以出来外面混一混 好像也慢慢慢慢地 混出个名堂来了 但是他要生活嘛 他慢慢去主持节目 我是觉得本来在中天中天没有的话 跑到年代去 他当然也不喜欢离开中天到年代去 我看他慢慢主持好 我们也提他很高兴 但是我曾经给张其凯讲过 我说张其凯你不要傻乎乎的 你不要老是被胡忠信牵着鼻子走嘛 因为我们太了解胡忠信了 我看张其凯每次看到胡忠信 好像很崇拜他的样子 哎呦张其凯 你在报社 中国是不是好歹是大报 你也见过大风大浪 怎么被胡忠信的这种人给你蛊惑呢 你现在你良心未媚 好好去追真相 阿开啊追真相 追出来胡忠信是在骗你 还是你们通通被胡忠信骗啊 还是你们通通被一个人骗 我不相信大家会被一个人骗啊 没有那种真正的高人 不是党不是政不是什么 有那种高人吗 你不要虚拟一个人出来好不好 虚拟一顾你文件出来好不好 所以易鸿点到一个重点 就是追真相 这个真相今天就是 有一群人是帮着这一些肉统集团 来压迫受污染的民众 情况就是如此 我今天非常感谢涛哥 你们派出人真的到现场去看 可是因为我小时候是在那附近长大 我们凤山距离大辽非常的近 我们常骑脚踏车就到那附近的学校 然后去玩 我有一些朋友都住在那附近 其实大家很难想象 就是说你们现在看到只是附近的居民 敢怒不敢怨 但我要跟各位说 其实附近居民根本不知道 他们被污染成什么样子 因为那天空是灰蒙蒙的 那个才是被污染的非常的严重 你没有离开那个地区 你不知道什么叫污染 因为你已经长期生活在那个情况之下 你只知道说地板很容易脏 你只知道衣服挂在外面很容易脏 你只知道这些而已 你不知道你长期被污染些什么东西 其实当地的被污染的状况 都是有医学调查报告 显示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心里头是很非常的这个 就是非常激动的 因为我觉得大发工业区附近的这个 污染的状况 它其实是几十年来 从我有记忆以来 它就是一个污染非常严重的地方 然后一直没有人真的能够彻底的解决它 那我今天看到的一个状况 是更严重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说这家公司 为什么可以在当地唯非作歹 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背后有很多的靠山 现在抓到他一个靠山叫做林毅市 后面还有很多的靠山 那大家现在不去抓这些靠山 反而要站在这个地勇公司 这个污染的公司这一边 然后说只要去追查污染的人 通通都是坏人 这世界上怎么会黑白颠倒成这个样子呢 怎么台湾会这样子的部门也是 有一个人选 我接听一个人选 郑春琪 郑春琪有正义感 就是供应 环保 派郑春琪下去实地去看一下 他就知道怎么号召居民 来对抗地勇公司 郑春琪这个非常好的人选 郑春琪你觉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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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刚前面刘大哥提到危机处理 如果昨天推给中国时报 今天推给一周刊 什么一周刊出场就是 如果这个叫危机处理的话 就很好笑了 那我觉得刚刚沈大佬讲那个重点 我要再强调一下 如果年代电视台跟张旗凯 认为胡中信不用举证的话 那我就认为年代跟张旗凯 跟胡中信是一伙的 如果你开电视台的人 你说我是主持人 我的来宾讲这个话他不用举证 他一样可以做固定来宾做第一个 那这样的话 那我就 那我只好认为你们是一伙的 因为你应该要举证了 如果说被沈大佬不信命中的话 搞不好他们还认为 胡中信是有工人员 那我刚刚看 陶哥你给我们看这个画面 其实这个角度是应该切 但是应该叫高永诚律师 看一下这个我们节目 高永诚说陈启祥 是一个很土地的人 没有心机 这个就是高永诚律师 不撤谎 因为没有心机 所以不能给你撤谎 很土地的人 不撤谎 就是本来这样 我最后讲讲 请大家看一下 今天一周刊的报导的方向 跟胡中信前天讲的内容 其实有一点点相似的味道 所以我要呼应刚刚邱教授讲的 当我的结论 是不是同一批人 然后明明知道一周刊 欸 礼拜三要出来了 那我礼拜一我先丢一下 所以我才会以我的经验研判 说胡中信是故意的 我就突然不知道一周刊要出来 我先炒个两天 一周刊跟进来 你们去追一周刊就忘了我了 我要告诉胡中信 没有那么简单 没这么偷气取巧的 不过这次胡中信先在前天讲的 林医生案有主任检察官涉入 即将曝光啊 这是我们稍后让观众朋友 你是真的认为是由主任检察官 涉入即将曝光 还是帮这个所谓的肉统集团 帮蒂勇这种污染的公司 那么进行恫吓 我们稍后回来 观众朋友 我们有特别报导 去回来观众朋友可能可以关注到一个 那么熊检敢查这个 是不是这个所谓的贪污案子 敢查这个所谓的污染案 那么肉统帮就所使人爆料 主任检察官涉贪 那么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所使人爆料的 这胡中信先讲的 林案由主任检察官涉入即将曝光啊 在这个这一次的林一事案 有一个主任检察官被曝光 主任检察官有可能吗 怎么不可能 各位记得在意大利西西里岛 有些黑手党 他培养自己的子弟 读法学院 考律师 考检察官 考法官 电影教父里面 不是旁边有个律师吗 你会很惊悚 台湾的检察官 就像意大利的黑手党 有黑白两道培养出来 台湾检察官是有可能这样的状况 但是是不是针对蒂勇的污染 那么进行了解调查 要求高雄环保局积极处理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黑道的检察官 还是说所有的这个放话 是帮助这个蒂勇公司 或者是肉桶集团在放话 我们的特派记者邵帆轩 也在现场做了这整个的一个还原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来关注这一点 熊检主任检察官王启明 到底是不是只是断料的幕后关键人物 记者直接找上地检署 问清楚 透过电话直接回绝 不愿受访 记者只好再打总机转接 试试看 不好意思喔 请问你是哪个单位啊 我是2100全民开奖 那你应该要打我 我帮你转到我们香月办公室那边先处理呢 一听到是记者打来的 马上拒转直接转给香月 昨等又等 最后才决定召开记者会 说清楚讲明白 但从头到尾主任都是照的新闻稿面 面对敏感话题也都只是回答说 无政治力介入 从来没有在电话中有过对地勇公司 或其他这个具体的环保案件有什么指示 强调王启明从来没有任何指示要断料 但环保局315号发的公文 上面却是写着说 是在2月23日 奉主任检察官交办 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 说是要求积极处理 绝对没有下令指示 记者再跑到环保局问个究竟 那开会的时候 检察官也是主动把相关人家给他检举的一些相片 那提送给我们 请我们能够加长稽查 所以这样算是这个检察官来下指导期吗 这样 这个我不认为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例行性的工作 雄检到底有没有伸手 对官员下指导期 只是说要断料 监委质疑检方民选有越权 而雄检表明过程圈依法行政 当事人王启明也说自己莫名被榴弹打到 无论此事是真是假 地友公司招断料过程疑点重重 现在不只是政商关系 错纵复杂 就连检调也都难自圆其说 这是整个一周刊说 这个主任检察官王启明指示断料 这是胡中信讲 林安由主任检察官设案 这么设入即将曝光 可是同样的 这是今天的苹果 苹果说主任检察官的污染无辜的卷入 因为这个主任检察官的整个的资料 是有人跟苹果投诉 然后苹果转送给雄检 那么雄检才开始进行调查 所以这个苹果等于是 某种程度上也纠正了 他们同样的是一个系统的 一周刊这样的说法 如果苹果可以这样子说 那么这些人包括了这些 三立的媒体说胡中信报 X档案主任检察官设议事 那么这个情形大家晓得 真正受害者是那批被污染的居民 还有很多附近的工厂 你们现在到底在帮谁啊 这个整个台湾的社会 怎么会形成如此 如果我这边可不可以先拜托一下 所有在看的媒体 你们可不可以自己也到现场去看一次 就我们所有在台北市的电视台 有哪一个真的去看过当地的一个状况 没有看过当地的状况 现在把地勇公司说得有多么的无辜 你们要去看一下现场的状况 你才知道地勇到底是不是无辜 其实今天这整个 你如果还原整个的情况 苹果街道爆料 说这个地方污染很严重 然后苹果觉得他不想写 所以他就推给了高雄地检署 然后高雄地检署 就把这件事情推给了环保局 我用推这一个字 因为你认为这个主任检察官 他要做任何的事吗 其实他没有耶 讲得好 他从头到尾就是说 环保局你们要好好的注意 我也必须说 吴敦亦也是在推 去年8月大发工艺区里头 厂商都受不了了 说我们的员工被毒害得太严重了 拜托可不可以处理一下 那吴敦亦的处理是什么 环保署你们要注意这件事情 我请问各位 有任何人真正认真去处理这件事吗 没有 都是说环保署啊 环保局啊 你们要处理啊 为什么不处理 是不愿意处理还是不敢处理 就是力量太大的 检察官应该怎么处理 检察官这个案子要怎么处理 为什么检查检举那么多照片 你们环保局没有去开单 没有去制止 他开了十几次了 那另外一回事 为什么无法让他改善 你们是不是受了好处 当然去塑摊嘛 对啊 你喔 你环保里面 我检察官合理怀疑 里面有勾结 我要去查出你们 为什么 这个地有的是问题 永远没办法解决 谁在包庇他 检察官是查刑案啊 不是查你这个 要不要开单 所以逸宏讲的说应该是这样做 当然 但现在都没有积极的去查 反而被打成说 这个检察官已经涉入 这在包谁啊 我同意我的看法 我跟你讲 逸宏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 因为你离开这个黑色的圈子太久了 我跟你讲 检察官只做你所建议的一点点 今天都已经被人家冤枉到这种程度 对 照你的话讲还活了下去啊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谈 这个帝王的污染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如果不仔细听的话 他们听不懂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有停料跟互料两个分子 那互料的部分简单 互料的部分就是为帝勇讲话 那这里头包括帝勇的老板啊 阿熊啊 还有许志杰啊 还有一些议员 这非常干净非常清楚 就是为了帝勇的好处 停料那一部分就麻烦了 停料那一部分 王启民做什么 他建立环保局要处理 环保局做了什么 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包括断料 但是不一定要断料 中刚怎么决定 中刚决定要断料 那以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环境污染的情况 嚴重的情况 停料 并没有什么过分喔 是应该的喔 但是呢 衍生出来的就是说 参与这个过程的人啊 好像到底谁是正 谁是邪 谁是黑 谁是白 虽然你说的 你照顾一样做的人 没有给你说黑的呢 真的黑的人喔 像年一四 一百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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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其实停料跟他没有关系喔 也许跟他没有关系喔 他还可以说 那是我死的啊 睡得停料 你会怕吗 你如果怕你乖 对不对 也可以这样啊 所以我跟你讲 涛哥 我们做这种政论节目的来宾喔 其实哪捏判断 智慧的这个判断喔 要非常详细的 每一件事情都要查证 凡是你讲过的 必留下痕迹啦 我跟你讲 不是说通告费赚了 你就可以了 所以沈大老讲这个就有道理 我们应该用过去 长期以来大家 对我们这个行业 大家称为名嘴 做同样的检验啦 有一个名嘴 他有一天带一个出版商啊 去找中央五院的一个院长 说院长你对台湾 民主贡献很大 我们可以帮你写传记啊 这院长就兴致勃勃 好 我信任你名嘴 付了两百万 到现在快一年没有下文 这个名嘴跟邱毅是好朋友 X名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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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董讲话百分之百分之 你要讲就要讲名嘴 你不要把所有名嘴 大家一竿子全部打翻 但是我要讲这个为什么 我说很多名嘴 为什么 我觉得很伤心 因为我今天有去台中 沿途碰到有四波人跟我合照 他说小董我还是很欣赏你 但虽然外界对名嘴印象不好 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有一天碰到那个 院长的秘书 我说你们院长怎么这样 他说董先生 我实在很难够 我从来没有那么瞧不起一个名嘴 一个名嘴这么肮脏 这么臥臭 这么不干净 我听了都非常难够 当然这个名嘴就是大家最近很熟悉的 但是我讲 我为什么讲这个讲得很难够 我为什么讲这个讲得很难够 很多名嘴 你不要去摄入人家的事件里面 我们现在很多人就觉得说我要去摄入 我要去干嘛 我可以去瞧什么事情 你名嘴跟人家在瞧东瞧西 然后每个人讲的好像都有正义 易鸿兄就说谁很有正义 我跟你讲 有一个名嘴 勞工领袖 我每天讲 我们哇 多散 我们明天去跟正如抗议 然后人家就打电话到 我也在组织一个节目 就打电话来 你们那个勞工领袖 说要抗议 要带队 那我只要请助理 我们就问他 问那个 歪名嘴 歪名嘴 另外一个 你在节目上这样讲 很多人要跟你怎么办 他说 没关系 明天中午在哪个公司的门口 我带队 明天公司寄进一堆人 他自己不出现 手机关机 你讲的人都很有正义感 但是名嘴不要去摄入 我小总为什么讲 这些东西都会 让我觉得很难够 因为我们被归类为同样 我们都名嘴 你去摄入 而且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X名嘴就无东西 Y名嘴 郑春菊 我不证实 我不证实 但是我讲 我帮你讲 没关系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义鸿先生 有这个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我们差不多回来 200全民开讲 整个一个大发工业区污染的民众 受害 还不敢坑气 这个谁在维护这股恶势力 我们现在问谁在维护这股恶势力 这才叫呼之欲出 马上来 亚洲美声歌集